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再继续迭代ChatGPT表现 可能就会更好 程序员现在心里也许都默默地在紧张了 也有不少的大学教授发现ChatGPT能够瞒过老师通过考试 比如说像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沃德商学院一位教授 还有就是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 使用ChatGPT都通过了专业考试的测试 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一项调查就显示 现在美国有89%的大学生 都是用这个ChatGPT在做作业的 那么就在上个月 被密歇根大学哲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他就用了这个软件写了论文 不仅是没有被发现 甚至是被教授认为是全班最好的论文了 其实国外一些大学已经是禁止学生使用 ChatGPT等工具用于作业和论文了 所以不得不说ChatGPT能写汇编 真的是一位内容创作的小能手 不过大家是否还记得就几个月前 大伙的这个AI绘画 其实它跟ChatGPT一样 他们都是会对内容创作来带来巨大变革的 而两者也能够完美地实现配合 由ChatGPT来生成文案 继续将文案到AI绘画的工具里边 就能生成各种各样神奇的作品 或者也可以与AI生成视频配合 利用ChatGPT生成文案 再把文案是导入到AI当中 生成到视频工具当中 那么一个视频就这样神奇的诞生了 这一种内容创作几乎是没有成本的 而且也是十分容易操作 这种创作方式比较适合知识类的视频 可以最大程度上来减少工作量 提高工作效率 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ChatGPT 写营销方案 简历 还有像演讲稿等等这些内容 在文字内容创作上 ChatGPT的潜力还没有被完全地发掘出来 但是我们还在讨论这个 像这个ChatGPT能干什么呀 好不好玩的时候 好多人都可以用它赚钱了 比如说像有网友 就是靠这个查询导游信息就赚到钱了 没错 我们知道 除了这个内容生成之外 相比于搜索引擎 ChatGPT的一个对话式交互方式 在查询信息上面 其实也有它独特的优势 传统的搜索引擎 大家都知道 会提供大量的复杂的一些内容 其中也会充斥着很多的广告和虚假信息 而ChatGPT 它没有被繁杂的垃圾信息所污染 在信息的搜索上面其实质量比较高 当然以后如果说这个ChatGPT 被接入到搜索引擎 信息质量还能不能保证 那就不好说了 此外是由于在国内 很多人是并不知道 如何免费使用这个ChatGPT的 也就催生了一类生意 比如说它的这个账号分享 我们能够随处搜到相关的信息 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那种变现方式 根本没什么技术含量 而在各个社交平台啊 用ChatGPT命名的用户就开始泛滥了 在微信平台就有大量的 以ChatGPT命名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小程序 两者加起来的也有上百个了吧 那么这一些公众号 大部分内容都是说 ChatGPT的使用或者是注册教程 当然也有将这个ChatGPT连接到公众号 但是呢 有一些是号称链接了这个APP的 一个对话账号也给出的答案 常常让人忍君不惊啊 没错 然而就是有很多公众号 他没聊几句啊 就会在聊天窗口提示 有限制对话次数 然后就说你得付费了 这个付费的费用最高是达到过999元的 这种大概率就是诱导充值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提醒大家 不要因为新鲜感去这个上当 还有就是各种小程序 虽然有的可以对话 但是体验感并不是很好 因为广告很多 那这类呢 就是靠广告流量来变现的 没错 Chat GPT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 未来可能替代这一些职业 事实上啊 Chat GPT就像一个智能的知识库 它的背后是大量的数据训练 某种程度之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对话式的搜索引擎 而我们以前通过搜索引擎啊 能够获取的信息 通过它的话 会有一个更友好的交互感 只要数据量足够大 Chat GPT很可能就会成功被取代 这个搜索引擎的存在 或者说两者达成一个共生的这种状态 所以Chat GPT啊 远不止前文中我们提到的这些啊 应用场景 大家在它在这个搜索啊 数据分析啊 程序生成 还有分析文本生成 这个内容创作方面 都还是拥有广泛的一个应用潜力的 日前呢 我们看到华西证券在Chat GPT相关的报告当中 列出了它所能做的49件事情 这个报告还指出说 Chat GPT还有望在教育 科研 游戏和新闻等等这些领域 不断的拖展前景广阔 2月3号的时候 我们看到Business Insider 根据专家整理出的一个Chat GPT等等 AI应用可能威胁的10个行业岗位 就包括了程序员 咱们一块看一下啊 第一呢 就是技术类的程序员软件工程师 还有分析工程师 还有接下来媒体类的广告内容 创作还有科技报道 第三呢 就是法律 就是律师助理这一类的工作 第四呢 就是市场研究员 第五是教师 第六是金融 主要指金融分析师 私人顾问 第七是交易员 第八是平面设计师 第九是会计师 第十是客服 那Chat GPT的爆火 科技巨头是展开了AI竞争 上线仅有五天的时间啊 这个Chat GPT的用户 就已经是超过了100万了 而在推出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它的月活用户 就已经突破了一个亿了 也是成为了市场用户 增长速度最快的 消费级的应用程式 Chat GPT的商业化前景被看好 巨头也开始新一轮的AI竞赛 三年前这个微软 就向Chat GPT投资啊 母公司OpenAI投资10亿美元 那几年呢 双方的合作也十分紧密 但是随着它的爆火 微软似乎就成了最大赢家 而近日也有报道指出说 微软计划在向OpenAI 投资100亿美元 还有消息说啊 微软将要Chat GPT 整合到旗下的Office 还有Beam搜索等等 这些产品当中 而这一个软件呢 它的概念领域的创业公司 也是受到了投资者的青睐 在国内Chat GPT概念股也是大涨 而百度也是将要推出一款 类似于它的人工智能聊天基层服务 随着Chat GPT 在更多的场景来进行应用 这种商业价值啊 还将有巨大的一个赏声空间 所以Chat GPT掀起的AI新赛道 才刚刚开始展现能量 比起元宇宙 它这把火啊 或许会烧得更热更高 好 这一时代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